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我已经入住我这次旅程的第一间饭店了 我们事情一样一样慢慢来讲 我们这次的旅行非常的特别 而且占地宽广 今天我将要和我的新朋友小子一起来到日本 体验试用一张非常无敌好用的交通票捐 再带你们去看看沿途中一些私密漂亮的景点 我们从广岛机场夏季之后 坐着接拨巴士来到JR广岛站旁边 准备跟你们说说这次我跟小子要一起旅行的地方 首先你知道日本的地区非常的广大 但是尤其是它的西日本这一块 是有很多很多的景点可以玩的 那如果你想要在国内这些景点互相穿梭 其实你一定免不了一定会坐到JR列车 但是大家都知道JR列车 如果你是单程单程的买票 其实是非常贵的 我们这种旅人啊我们最适合的就是买它的票券 它当然有很多种票券啊 今天我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要给你介绍一个很amazing的票券 叫做JR Pass关西广岛铁路周游券 顾名思义关西广岛铁路周游券 就是一张可以让你从关西一直玩到广岛 包括大阪、京都、奈良生物等等这一整个大区块 无限大成的一个周游券 那这个周游券呢总共有分成五种 一天到五天不等 我手上的这一张呢就是所谓的五日券 我这次的任务呢就是要用这一张券把它完好完满 五天的时间带你去看看 这一整个区块呢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或者是私密的景点 那我这次住的饭店呢其实也相当的厉害 因为我这一趟旅程所住的每间饭店 几乎都是跟JR有合作的 也就是说它的位置都在JR站的旁边 主打你不用晒太阳也不会淋到雨 只要你从车站出来之后呢就有通道 可以直接带你到大厅入住 像我今晚住的这一间饭店呢就是戈兰里亚广岛 它就在广岛JR站的旁边而已 像我刚才就在饭店下面拿了很多这种旅游资讯杂志 然后这些杂志所介绍的景点啊 几乎通通都有包含在我这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五日券里面 所以大家准备好我们这个五日行 我们准备从广岛一直玩到关系 啊对我想我们应该有默契了 我这个影片中所提到的所有票券地点还有饭店等等的资讯 都在上面或者下面的资讯栏 我这次用的网络是这台 结合了上网地图还有即时语音翻译功能的WiFi机 你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明天见 Good morning 广岛早上好 他们这里有提供两种类型的早餐 一个是阳式的 另外一个是日式的 那我跳当然是日式的 好美呀 使用这个票券非常非常简单 你就从旁边那个关卡进去之后呢 他就会帮你写上今天的日期 那你这个五日券就正式开始使用了 但是同学们跟你们说一个好玩的事情 虽然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五日券是红色的 但是到时候你们拿到的呢 将会是这一个蓝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10月1号啊 日本开始调整那个消费税变成10%嘛 所以呢到时候你们拿到的就是这个 价钱会贵一点点 但是可能就差不多啦 然后根据这些人跟我们说啊 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拿到这个票券的人 你看到上面写着建本嘛 这只是一个example 所以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这个票券的人 我们坐了大概四十几分钟的车之后 现在在公岛口罩下车啦 大家来广岛最喜欢最喜欢看的 不就是那个在水上的鸟居吗 今天我们也是要去看那个地方 但是呢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 我们步行了大概五分钟之后来到这个岛田水产 水上鸟居这片海域上 除了有著名的寺庙之外 其实这里也是养殖牡蛎非常重要的地方 我身后现在看到这个地方就是他们抓了牡蛎上来 然后处理的地方 他说每一天啊会有十吨的牡蛎 从刚刚那个输送袋这样子往里面送 十吨 今天行程的一开始 我们来到岛田水产 坐着他们的小船 先看看新鲜的牡蛎是怎么养殖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看这个著名的水上鸟居 我们现在坐上他的这个工作的船 然后我们要去看看他的牡蛎田 岛田水产的牡蛎养殖场 目前已经有超过300多年的历史了 你看他现在从海面上拉出的牡蛎条 每条大约有300颗牡蛎这么多 必须养殖两到三年的时间才可以使用 但是同学们我们有一个坏消息 就是那个广岛最有名最有名的那个在水上红红的鸟居 因为现在在施工阶段他要休留大概两年 所以 看我们今天遇到的是藏巢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他看得到的情况之下 藏巢我们就可以坐着这个小船 然后从鸟居中间这样穿过去 但是各位不要担心 两年后就可以有这种体验了 看完他们工作的地方 看完他怎么养殖的 总该可以吃了吧 爆浆爆浆 有没有发现这一艘也是JR的船啊 因为我们这个pass也是能够免费坐的 刚刚我们不是坐小船去看这个它养殖牡蛎的地方吗 现在我们坐的渡轮啊 同样是在这个海上 但是我们要到对面去逛逛刚刚我们看到那个鸟居 后面的神社还有一些街道 这次太干了 这个呢 这个也不喜欢 那你要什么 手是不是 下了船之后啊 我们就正式来到这个地方啦 然后这边一路上呢 其实就是商便街 卖很多各式各样的东西 吃的啦 喝的啦 然后你就可以沿着这个海边一直往前走 但就在我们慢慢前往神社的路途中 我们跟其中一只小路 发生了非一般的亲密接触 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这个 这是我的5 等一下等一下好怕它把咬破 我的5日券啦 5日券吃掉 有有有上面还有 坏坏 你坏坏 好啦大家来玩 还是要顾好你的JR Plus 我的就被路吃掉一口了 但是这个将会是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纪念品 幸好上面日期的地方还在 应该还可以用的 哇走进来之后的感觉是整个不一样的 这里又比较安静 然后在这个海边啊 然后有这个红红的柱子 我觉得非常漂亮 我们参观了那个神社之后呢 就跟它这个商店街啦 要往刚刚坐船的地方过去了 昨天我跟你们讲好 我们要一路从广岛玩到关西 今天广岛的行程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用着我们这个parts呢 下一站是岗山 我们顺利来到了岗山 又住进这个在岗山JR站旁边 同样也是同个系列的饭店啦 今天我们住在第18楼 就是最高楼的地方 这里可以稍微看个夜景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明天早上再带你看看岗山有什么好玩的 这次我们在岗山的行程 决定跳过大家认为必去的岗山城 或是后乐园等等的景点 今天我们起了一早 其实也就早上9点而已啦 准备去搭乘游船 到底要出发什么地方 我现在就来跟你说说 早上好 你看我现在上到了一个游船 今天我们的行程呢 是要去一个叫做小豆岛的地方 听说岛上面有很多可以观光 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个风景 然后我们刚刚开着车 进到这个游轮呢 这是一个今年5月份才开始跑的游轮 上面就是一切都很新 刚刚后面你看到的那个呢 就是一个小孩子的专区啦 反正我们的目的地呢 就是前面的这个小豆岛 小豆岛这里其实就算是一个休闲的一个岛屿啦 简单的说 小豆岛是在日本赖户内海内 众多岛屿中的其中一个 不说你或许不知 岛上有好几件事情其实是相当有名的 第一就是它盛产橄榄树 没有错就是橄榄树 为什么呢 它说这里的这个气候啊 跟意大利那里非常的像 所以整个日本只有这里可以散出这么多橄榄树 他们说在这橄榄的树上啊 你找到叶子会有一种非常特别款 是一个爱心形状的 你找到的话就会 代表你会很幸福 所以我们现在在比看这些找到 我觉得你会先找到 过分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该没找到 哈哈哈哈 超特的 哈哈哈哈 这有很假吗 同时这里也是电影魔女摘机变的拍摄现场 所以它有保留着很多当时在电影里面 所留存下来的东西 还有刚刚那个希腊的风车 然后在这里呢 你可以拿那个扫帚 然后就可以办魔女 你看刚刚找到那个爱心叶子 可以当做书籤带回去啦 第二就是他们的酱油其实做的还不错 而今天我们就来吃吃看一个特色的酱油食品 小豆岛这里呢做酱油也很有名的 那我们现在要试吃的这个是酱油的冰淇淋 呃全世界都知道我不喜欢吃东西 所以这种冰淇淋的可口程度 我们就请我们的小子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嗯 有一点点酱油的味道 但其实吃起来不会很酱油 所以没有很可怕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重的味道 你吃吃看 第三 你可以在岛上搭乘缆车 从高处俯瞰整个小豆岛的风景 小豆岛一日游来到下一站 看我头上有非常非常美的这个枫叶 如果幸运遇到枫叶叶变红的季节 这里也是个赏风的好地点 最后最后 在我们要赶4点半的船的时候 要离开小豆岛之前 我让你看看后面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有梗 这个是经事记录里面所记载 全世界最小的海峡 你在地图上面看到 就是小豆岛旁边有很多其他的小岛 那岛跟岛之间就是海峡 所以这一个呢 不是一般河水 这是海水 然后他说这里是非常非常深的 本来今天的内容想要在这里结束 但是因为我体验到一个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要跟你分享一下 反正就是古时代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将军吧 他觉得人民过得要节俭 我们都要过节俭 所以呢 他提倡每天只吃一菜一汤 不可以过得太丰盛 但是这里很多有钱人 他又想要吃这些丰盛的东西 但又不会太张扬 那怎么办呢 他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在一层的白饭下面 其实你翻过来 后面都是美味的美食 随着特色餐的结束 我们做好准备 要迎接明天期待已久的行程 但是 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 我来跟你们解释一下 我们这趟的行程 本来想要带你们去看一些比较 少趣或是比较秘境的地方 今天呢 我们本来也安排要带你去一个 岛屿叫做泉岛 各位朋友们 我们坐火车去旅行又继续啦 今天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岛 叫做泉岛 我们刚坐了这个火车 在西大市站下车 但是啊 它也是一个需要搭乘轮船的地方 今天的天气比较不太好 因为台风好像要来的 然后今天船班被取消了 太酷了 所以呢我们本来计划要去泉岛的行程呢 就被cancel了 但是 有一个好事 就是啊 你还记得我这个JR Pass吗 这个五日券就是可以让你随便做嘛 所以呢 随到我们今天的行程被cancel了 但是我们用这个卡呢 就可以很立即的 就赶快改行程 最后大家的心甘线 一路来到了 大阪 我现在住进了这个地方 在尼奇市 就是大阪每天在旁边一点点的一个地方 住进了这个hotel呢 依然就是在JR站旁边的这个饭店啊 我们旅途不求天天顺利 但是求天天精彩 所以我们现在提早来到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来看看四周围或者是附近 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玩的 现在的时间是差不多 下午还不到两点 所以我们还有一整天的时间 在这种雨天 行程被掩误的情况下 吃个旋转寿司也不过分嘛 这家Mori Mori寿司是真的好吃 好吃到不需要小指来解释 我自己都感受得到 一般我们如果来到这里都是去大阪城嘛 大阪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闹 非常非常多人的地方 如果你已经去腻了 或者你不想要在这种这么多人的地方呢 看你来这个尼奇市 它这里其实有一些非常古老的街道啊 一些老的城墙啊 反正就是喜欢宁静跟散步的同学们 会想来逛逛的地方 好啦 你也看到今天的天气 我们就为你领路到这边 期待天气漂亮的时候 你们过来看看 Ladies and Gentlemen 各位早上好 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 你看今天的天气变得已经很好了 我希望今天不要再下雨了 今天我们也是安排了很多一整天的行程 今天我要带你们参观非常漂亮的船屋 在铁验惊险的船上喂海鸥 但是在抵达之前 我先跟你们说说我们是怎么过去的 因为真的太精致了 交通教学一下 我们从尼奇市坐列车到福之山 再准备搭乘眼前这辆精致的小列车 到伊根州屋 都没有这个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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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要去天桥立的这个火车太可爱了 火车已经正式开动了 我跟你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精致小巧可爱的火车 为什么呢 除了你看看它四周围的这些装潢之外 你看我身后 有没有发现就只有这一节车厢 就是这一节车厢 不要带着我们 这样子一直往那方线开 开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 这个太 这个太精致了 大家知道在九州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非常漂亮的七星快车吗 这个列车就是跟它是同一个设计的人设计的 快不得这么美 你看这么美的美景 然后喝着咖啡坐着列车 Oh my god 这个太好了 从JR站下车之后 我们坐了一辆小车子 准备前往伊根州屋 我现在站在岸边 你看远方这些小屋子 它依着这个海湾而见 而且这个海非常非常透彻 那些就是船屋了 我知道你们很想赶快看卫海鸥的画面 但是啊 请容许我先卖个关子 因为在那之前 我先带你们去看看一个绝佳的午餐位置 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 反正它就是一整个海湾 然后这些船屋啊 舟屋就沿着这个海湾然后见去 每个都旧旧老老小小的 超级不得漂亮 等一下我们会在这个海上面坐船 但是在坐船之前呢 我们先吃个午餐 我跟你说这个午餐地点呢 应该就是这里最最好的一个地点 因为可以看到这整个海湾 然后所有房子现在都在我面前 这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放松 非常宁静的一个小渔村 然后当然旁边这些舟屋啊 有一些当然还是当地人有住 但是有一些呢可能改成cafe 可能改成餐厅 刚刚吃完饭来之后 来这个cafe 稍微喝一下咖啡 旁边就是海 而且那个海的清澈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太优秀了 太优秀了 这个地方 你看这个cafe厅 你还可以走到这边来 哇 坐在外面这边然后听着这个海浪声 然后看这个景 哇 你看这个阳光这样撒下来 太好了 我们讲了这个地方这么多好话 这么多赞美之后 不让你坐个船在上面绕 你觉得行吗 不行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呢 现在来坐船 你看海哦 你看海哦 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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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恐怖 我们有一百只海鸥在我们头上 要是走上去 走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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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会有好多疯啊 很痛 很痛 好啦 飞完海鸥之后呢 我们又回到这个天桥栗战 但是今天的行程还没有结束 因为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 我们坐着列车来到一个神秘的小镇 你看橘色的灯光下 整个街道更加的有feel 今天是一个漫长的一天 现在的时间是傍晚6点半左右 我们来到National East Los 然后录制了这间非常非常古老的温泉饭店 这里呢 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住的地方 我们现在到底到了哪里呢 明天 你就知道了 这趟旅行的最后一天了 昨天晚上太晚了 我没想到你看到这个窗户 你看它就是那种很传统的 木的 然后这里啊 都是用纸隔成的那个窗 记得昨天晚上我们吃饭了这个 非常美丽的地方吗 我们今天又来吃早餐了 这间温泉饭店啊 是全日本第二古老的温泉饭店 我觉得可以坐在这里 这感觉真的特别不一样 既然我们在这个温泉村嘛 现在太阳出来了 那我来带你好好的看一下 这个地方到底是多么的小巧可爱啊 但是出发之前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个地方的特色 它就是一个温泉村嘛 那你看哦 它非常的小巧 整个城呢 大概就是这样 一条古老的街 那这个街上面呢 就有很多很多的 泡汤的地方 大概有六到七间 然后呢 你只要住在这里的饭店呢 它就会给你一个pass 所以这个镇上任何一间泡汤的地方 你只要凭着这个pass 就可以自由进出 我们现在就开始漫步在这个温泉村的路上了 你看我身后这个就是其中一间汤屋 好逛 当然有一些必买必吃的东西啊 像我身后这个虾饼呢 就是必买的 而且包装 无敌的美 我带你去看看 这边有什么 这看起来不错 别虾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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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黑色的 就厉害 但是我这样 腰尾超多的 后来 我们吃了一个厉害的可力饼 在小子的不断劝说之下 他要我尝试形容一下这个美食 每次都讲什么很脆 很烫 很什么的 我试看看先 外酥内软 你试试看看 这真的是外酥内软 外酥内软 然后他的牛肉 是有腌过的牛肉 对就有点像寿喜烧的那种味道 那里面呢 里面怎么料 里面是马铃薯 就软软啊 我吃不出是什么 绵密啦 有点形容 诶是烫的耶 好烫喔 所以是温泉水喔 真的耶 圆泉啊 我以为是冰的耶 干杯 干杯啊 装这么大杯子茶 咸咸的 好咸耶 因为我喝很大一口 好喝啊 就是有点像拉肚子的时候 加盐水 或者是一种紫屑的水 你现在看到这一条啊 就是这个温泉香最知名的 最中间那条道路 就是沿着这个河的两边呢 就有很多店啊 卖吃的啊 等等等等的 我们再去逛一下 这个很强哦 就是连续四年都拿第一名的大福 一人一半一口 而且很多水 一人一 一人一 你说直接一口 一口啊 一二三 在这里吧 时间到了 我们要回去了 好啦 我们回到关西的机场了 就是所谓的广岛性 然后关西出去 所以我们这五天的行程呢 也要结束了 代表这个pass啊 五天就把它用好用满啊 但是我们这五天去的地方呢 只是这个pass可以发挥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作用而已 这个也不喜欢 我们只是去中间几个小点 超大 超大 哈哈哈 哦 爆浆爆浆 你看 你看 我们要去天桥利的这个火车 太可爱了 我不要在边边哦 一直拍的我才没有顾这么多耶 仔细看位置可以吗 所以期待 当你买了这个pass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发挥到最大最大的效益 那我有问题 这五天的行程里面 你最喜欢是哪一个 我们三二一一起讲 看会不会是同一个啊 三二一 船屋 欸 不错 我觉得船屋真的很棒耶 我现在就想要来一个礼拜 那就期待你把它最大化发挥啦 这次的行程就到这里 goodbye bye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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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